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Steve说 本期节目参与小宇宙编辑部 423世界读书日的特别企划 春日宜长星 一本入门小书 带你打开一个新领域 今天我又给大家分享一本有关亲子关系 尤其是父亲角色的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何以为父 也期待这本书能够陪伴你在春天 轻松阅读愉快换星 不过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先和大家推荐一部心理学主题的音乐剧 这部剧叫做《近乎正常》 是由音乐剧品牌《七目人生》 从百老汇引进的 他们的CEO杨嘉明女士 也是我们Steve说226期的嘉宾 这部剧获得过普利策最佳戏剧奖 他讲述的是一个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女性 和她的家人之间的故事 我在这部剧里面看到了 一个个体丰富的内心世界 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这种拉扯 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情感和愿望 与社会角色之间的摩擦 包括这部剧也再次提示了我们 内心世界的声音是不会真的消失的 你以为你可以压抑它 可以隐藏它 但是它必然会以更加不可控的形式 再次的出现 而这恰就是这部剧的女主角所经历的 她生病了 她很痛苦 也让身边的人感到麻烦 甚至感到害怕 但是她的挣扎的背后 恰恰是人的灵魂 对于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强烈渴望 其实当今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普遍就来源于对于症状的执念 只看症状 而不看它背后的人性真实的需求 所谓的不正常 很多时候恰恰来源于正常 换句话说 在一个生病的社会里 心智健全的人 恰恰更容易展现出病症 而《近乎正常》这一部剧 恰恰可以帮我们看到 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 那条细细的人性关怀的红线 另外剧中的母亲和女儿的关系 同样让人动容 因为他们之间的爱 并不是那种单纯美好的快乐 而是接受彼此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在彼此这种成为自己的道路上 能够互相的支持和宽慰 所以说爱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 它能承载所有的混乱跟痛苦 而且始终用滋养和向上的力量 去化解所有的问题 那所有的这些议题 其实都在这部音乐剧里面 被很好的呈现 配上非常棒的音乐和舞台 我觉得是这些年来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音乐剧作品了 我们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的讨论 主要是通过语言来完成 而《近乎正常》 它运用了音乐 这样一种超越语言的表达形式 让我们在观看的时候 真正的感受了剧中的角色 也感受自己的内心 所以说我非常非常地推荐大家 去观看这部音乐剧 之前《近乎正常》 在北京和广州完成了巡演 那么接下来 4月20号 4月21号 以及4月26到28号晚上 在7点半 在上海的上音歌剧院 也都会有演出的场次 你可以通过本期节目简介 或者评论区里面的链接 找到购票渠道 获得专属于我们Steve说听众的 75折到9折的购票优惠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 欺慕人生的微博和公众号 以获得未来更多的演出信息 好 以上就是我的推荐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听Steve说 和我一起拓展意识边界 最近这段时间 其实拆书的解读书的节目很受欢迎 所以我其实一直也想尝试一下 看看听众们是否会喜欢这种形式 这也是受到纵横四海的Melody的启发 那么我在做这种解读的时候 我不会去做那种就是替代你读书的节目 而是会更多的跟你分享我对这本书的一些解读 尤其是心理学主题的书籍 我会更多的去结合我的咨询的经验和一些思考 帮助你去延展对这本书的思考 所以一方面 你可以从这个节目里面听到 有关这本书的一些介绍 一些精彩的观点 但另一方面我还是特别特别鼓励你 自己去买这本书来看 虽然说播客也能帮助一个人成长 但是阅读依然是获取严肃内容和成体系的知识 最重要的最有效的途径 好 废话不多说 那么我们来说说看何以为父这本书 他的作者迈克尔戴蒙德是斯坦福的心理学博士 也是一个很资深的精神分析师 我估摸着他的年纪应该是60多岁吧 因为他说他研究父子关系30余年 所以是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位咨询师 然后这本书的译者孙平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本来这本书是想邀请他一起来聊 但是他最近时间太忙 没有办法安排 所以就我来单独跟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我选的这本书呢 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想着把它做成节目 因为从主题你就会看得出来 就是何以为父 副标题是影响彼此一生的父子关系 我最开始愿意去读这本书 是因为它对我个人很有价值 因为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 我一直对于男性议题 对于父子关系 这样一些话题都非常的关注 从以前做manly这个播客的时候开始 就有了对这方面的思考 一直以来我都会去想 就是什么是男性气质 理想的男性应该是什么样的 因为在成长过程中 会觉得自己很缺少role model 缺少模范 缺少方向感 缺少原则性 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的题目的时候 就这个目录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吸引我 因为它其实是把父子关系 分成了不同的阶段 在出生前到婴儿期 一直到青少年青春期 成年的早期晚期 再到老年期 就至少看上去像是描绘了一张完整的地图一样 两个男人一生要如何陪伴彼此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我在读了这本书之后 我觉得一方面是满足我上面的那些需要 对自己的未来 或者说对父子关系 对男性气质 有了更深的一些理解 我的一个意外的发现是 就是一方面 我好像更了解了自己经历了些什么 或者说自己缺失了些什么 另一方面好像我也更了解 我爸经历了些什么 以及他和他爸的关系 比如说他一直都说 他从小从来没有被 就是我的爷爷很温柔的对待过 也没有被他爱抚过 没有被他抚摸过 所以这一生的也都是一种遗憾 而实际上他在和我的关系里 他也很少能够很温柔的对待我 所以这样的一种串联 这样的一种我的经历 他的经历 我爷爷的经历 这样的一个联系的过程 其实能够很大的拓展 我对于家庭关系 包括对于自我的这种认识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我也想 其实每个人都 不管你是男是女 每个人都有父亲 也都有爷爷 所以我是觉得 是不是其实所有的人 也都能从这种阅读当中 更好的理解自己的经历 在咨询当中 其实我也很看重 这样一种视角的转换 就是我们要从孩子视角 转变成大人的视角 看见更大的画面 看见你的父母 他们一方面是你小时候 印象中那个全知全能的父母 但另一方面 他们其实也只是普通的脆弱的人类而已 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广大的世界里面 有他们的恐惧 有他们的担忧 有他们的不安全等等等等 包括他们也处在一个家庭和历史的这种脉络当中 你如果能看清楚所有这一切的话 你其实能够更多的从孩子的无力的脆弱的位置里面走出来 更多的用一种成年人的视角去看待很多问题 所以这些对于人的成长发展 包括对于家庭关系的进化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的帮我在做到了这个方面的一些推动 另外就是从实用性的角度 我觉得这本书对于大家也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它也是在告诉男性怎么样去做丈夫 怎么样做父亲 因为它是一本有一种像是地图性质的一种参考书一样 虽然这个作者本身的背景是一个精神分析师 但他写的东西其实也并不难懂 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然后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其实对于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 关注讨论的都太少了 因为大家都是认为是传统的观念 都认为是男主啊女主内 主要的家庭关系的所有的这些管理 所有的这些细节 其实都是跟母亲有关 至于父亲要怎么参与 丈夫要怎么参与 很少有很好的示范榜样或者是说明 但事实上很多问题其实都跟父亲的角色 有非常大的关联 不论是男是女 我们其实比如说在咨询里面都可以看到 就是父亲的影响是很深的 哪怕是父亲的缺位 这个缺位本身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比如我们之前跟严谊佳老师聊过的 就是很多留守儿童 他是缺少父亲的角色的 少了父亲的角色 就少了一个打闹玩耍和实验他自己攻击性的一个对象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可能也会造成这些孩子 他对他自己的攻击性缺少合适的调节的这种能力 那么这个可能和后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比较暴力化的极端化的行为 包括犯罪其实都会有关联 对吧 所以就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 所以我会觉得说父亲这个角色看上去只是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角色 但他其实跟很多的社会议题都是蛮有关系的 而在读这个书的过程中 他讲的很多例子 他很多的讨论也不断的确认了这一点 所以就是最后我读完之后我就觉得 这不应该只是一本满足我个人成长和好奇的一本书 它应该是一个被更多人看到的一个问题 因为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父亲或者男性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对我们的心智成长发展有很深的影响 但是我们通常会忽略 我们通常会觉得那个没有 那个缺位的人 那个没有怎么参与的人 他应该是不会有很多影响的 但其实他很有 而且其实这影响 就是我们缺失了什么 这个问题是能够在这个书里面得到很好的解答的 我觉得这本书它最大的一个价值 或者说 如果我要从这本书里面选择一个 最对我有启发的点 只能选一点的话 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是 就是父子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思维 这样一个视角 这个视角是贯穿整本书的 因为我们说了它的目录 就是它是从一个孩子 从婴儿期一直到成年 到最后老年期 在整个这个生命历程当中 这本书会帮助你看见 其实父子关系会一直在发生变化 在流动 大家对彼此需要搭扮演的角色 对待彼此的方式 距离的远近 这种共同变化成长的视角 会让你看到生命的流动性 会让你看到人自身的局限和脆弱性 也会让你看到关系不断生长 不断进化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对于可能很多中国的读者来说 是蛮新鲜的一个视角 因为我们通常会 比较角色化的去看待 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就是父亲就是父亲 母亲就是母亲 他从小是什么样 长大也是什么样 我们不太会考虑生命周期 生命阶段的问题 我们不太会考虑 30岁40岁50岁和80岁的父亲 或者母亲 和你的相处有什么不同 以及你们能给彼此 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东西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 这个思维这个视角 它贯穿整本书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帮我们看见 现在这个阶段 我可以关注侧重哪些问题 我可以重点的和我的父母 在相处当中去关注哪些话题 所以这样的一种灵活的视角 是我认为这本书 对我来说最最有启发的部分 那么如果我们说读完这本书 你会有怎么样的收获 我觉得首先 它会很有助于 你去提升自我认知 就像我前面所讲的 哪怕你的父亲 他对你的参与 教育的参与比较少 你也能知道你缺了什么 你失去了什么 或者说你本来可以获得什么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视角 这个之后的一些部分 我也会更多展开这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还是对于 自己的父亲的那种理解 虽然以前我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也帮很多人做这样的事 但是这个过程 是可以一直不停地做下去的 就是你对于你的父亲 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类 他的复杂性 他的脆弱性 他的局限性 这些方面 我觉得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跟接纳 包括也自己跟自己和解 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有帮助的一点 还有当然就是从一个 更实操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现在正在规划着要成家立业 要结婚生孩子什么的 那么可能在和伴侣的 就不管是你和你的老公 还是和你的老婆 在育儿方面 要有哪些规划 对孩子的成长 有哪些准备 对他的心理需求 在不同的阶段 有哪些认知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在这个数段中 他帮助你梳理出来这样一个 贯穿人生不同阶段的这样一个脉络 所以从这些维度上来说 我觉得他的价值都还是蛮高的 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这本书里面 我认为给我最有启发的一些点 选出来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和讨论 这地方我选四个点 首先我们的第一个点 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我认为这本书对我最大的一个启发 就是父母跟孩子跟子女是共同成长的 这个地方我读一段 《易者孙平》在《易者序》里面所写的 他说 因此缺乏的父亲真的会代代相传 导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内心怀说这似乎怎么也填不满的父亲饥渴 这些孩子哪怕长大以后 也会急切地希望 由老师傅 贵人 老领导来带自己 来指导 甚至保护自己 但又一次次地在理想化的破灭中 感到了对男性权威的失望 读了这本书以后 你会发现这些被守护 被指导 被陪伴的需要 几乎都是重要的父性职能 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期 这些职能不入场 那么有些孩子终其一生 都会变着戏法的去寻找去补偿 哪怕让自己翻来覆去 遍体鳞伤 所以我发信要翻译这本书 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 这本书不断让我在一定程度上 学会了做一个父亲 更重要的是 它也让我明白了在孩子 尤其是男孩的人生不同阶段 一个父亲自己 可以从育儿中赚取的福利 自身人格的逐渐成长 自身能力的逐渐完善 男子气概的日渐充盈 对女性的逐渐看见和尊重 长期以来 父亲育儿被蒙上了一层义务感和责任性 实际上学习成为一个父亲 获得迈克尔所说的 父性 fatherhood的过程 是一个男人在与孩子玩耍 学习交流 相互欣赏 乃至崇拜的过程中 不断 不断修通自身 让自己更具有主观幸福感 充实感 且获得自身生命意义的过程 你若想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那么先把孩子顶在自己的肩膀上 当时我看到这段话 真的是非常深有启发 也很有感触 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 作为这种非常强调 孝道文化的 在孝道文化之下长大的人们来说 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 作为孩子 我们要对父母要尽孝 我们要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 其实作为父母来说 也是有他的角色性的 就是孙平所提到的 这种责任性 责任性的意思就是 像干活一样 你就付出就好了 你不要管你自己怎么样 你不要关注你自己的成长 但是在这本书的视角来看 其实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自身也会需要不断地完善 甚至说对于很多男性来说 他能够从和孩子的互动 养育子女的过程中 得到进一步的成长 进一步的完善 因为没有人是成年之后 成家立业之后 他的自身的成长就到位了 他其实需要一辈子不断地生长的 所以很多的父亲 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传统观念 他缺失 或者他不愿意参与孩子的这种养育 但是实际上 他们同时也就失去了 自己作为一个人 去发展自我的过程 这个部分没有人告诉过他们 没有人跟他们讲过 这个当中包含着 你自己的某一些福利 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完善 对自身的人格 对他人的这种尊重 看见这样的一些东西 他没有讲过 所以很多人其实错过 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另一方面 我觉得作为一个咨询师来说 这种支持和养育一个人 所带来的那种回馈感 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像比如说我在咨询当中 来访者时不时的会给我反馈 有的时候我扮演的角色 像是母亲 有的时候扮演的像是一个父亲的角色 扮演母亲的角色可能是 比如说当你感到比较受伤 比较痛苦需要支持的时候 而扮演父亲的角色的时候 可能是在支持鼓励你去想一些办法 或者做一些尝试 甚至冒一些险的时候 而怎么样去参与 就怎么样去知道 什么会让一个人成长 我觉得真的是要 你深度参与一个人的成长之后 你才能理解 究竟什么是那一股滋养人的 让人发展 让人生长的力量 所以这样带来一个结果 就是经常会有听众会说 觉得我很温暖 就是好像是个很暖的人 是个内心很有爱的人 其实非常大实话的讲 就是我内心并本来 并不是一个那么的温暖的 这样一个人 而真的是因为 在和来访者的工作当中 通过很多很多的经验 让我确信了 就是温暖和爱和关怀 才是最有用的方式 所以我更多的是在坚持 这样一种有用的方式 而不是说是一个天生温暖的 这样一种性格 所以这点是 怎么说呢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改变 我对于为人父母 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因为以前那种责任感 那种付出感 会让我觉得 这是一个多么亏的事 包括很多父母也是这样的话 就觉得为什么要生孩子 生孩子是为了养儿防老 是觉得想着 我这些年的投入 在几十年之后来得到一个回报 如果你这样去想的话 其实我觉得 养育孩子过程中那些辛苦 会让你非常的心里不平衡 因为你会觉得 天哪 我为什么要为一个几十年之后的回报 在现在那么的用力 那么的努力 对吧 所以结果就是很多父母 在当下养育孩子的时候 非常的粗心 非常的不愿意投入 自己可能是很自私的 甚至可能是很懒惰的 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也觉得是会很令人遗憾 因为其实本来这些父母 是可以在自己和孩子的互动中 实现自己的一些人格发展 跟成长的 那咨询里我们也看到 很多人站在子女的角度 很多人跟父母的关系 也同样是固化的 就是很多人对于 自己父亲的那个认识 一直停留在青少年时期 就是那种威严 很威严的 然后一定要听他的 脾气很大的 难以取悦的 那个父亲的形象 而大家普遍会忽略了 其实人都在发展 你像我们节目里面经常在说 人很复杂 人很复杂 一旦看到自己的父母的时候 人一下就变得简单了 因为我们就还是会回到 那个很角色化的关系状态里 看见说 我眼中的父亲是这个样子 他一辈子也都是这个样子 他不会改变 我也一直只能用 同样的一个方法 去和他相处 但是实际上 在我和来访者的工作里面 会发现 如果你跟这个父母 尤其是跟父亲相处 比较缺少能量 缺少底气 或者是缺少方向感的话 最能够帮到你 最有用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见他们的复杂性 理解他们作为一个人 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事实就是 很多父母内心是很脆弱的 而且也很泥底 很依赖 但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很笨拙 或者说他们很 想要去隐藏自己的这些脆弱性 因为我们说了那种 传统的孝道文化 其实对双方都是绑架 对孩子来说是一种绑架 要求孩子要扮演一个 特定的孝顺的角色 对于父母来说 同样也是一种绑架 他会让父母必须要 坐在那个威严的 那个尊者 那个长者的那个位置上 他不能表现出和这个长者 不一样不一致的部分 包括他自己的脆弱性 包括他自己的渴望成长 渴望完善自身人格的 这样些需要 所以双方父亲父母跟孩子 其实都被隔绝在了 这样一种角色化的关系里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们的关系 没有办法有机的生长 而我在这本书里面 所看到他描绘的 这样一个生长过程 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新鲜 非常有生命力的视角 你可以看见 哇原来其实 一个比如说作为一个男的 作为一个儿子 你跟父亲的关系 在不同的阶段 是有不同的可能性的 这也让我回想起 比如说我跟我自己 父亲的关系的变化 从我独立之后 从我工作之后 作为一个咨询师的身份 我也反补了他很多 比如说他曾经遇到的 跟身边亲近的人去世的问题 他遇到他自己的老年衰老的问题 他的人生的意义感的问题 包括过去成长过程中的 一些创伤跟一些阴影 当我在这些问题上 能够去帮到他 能够给他支持的时候 我也能感觉到 我跟他的关系 变得更加的流动了 我们不再是一个 我看着他 我就要低着头 他要训斥我 这样一个大人 跟小孩子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成年人 其实只要你愿意的话 其实都可以去试图 在你和父母的关系里 寻找这样一种 生长的空间和可能性 就是不是用一个 一成不变的一种视角 来看待你们的关系 不是用一种角色化的 很僵化 很固化的定位来理解 各自应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这样一种流动性 这样一种生长性 我觉得其实是能够让 你在成年之后 和你的父母关系当中 获得新的意义感 满足感和亲密感的 所以这是关于 父母 亲子关系中 共同成长的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是 这本书讨论了很多 在这个书的前半部分 讨论了很多 就是父亲去帮助儿子 帮助孩子和自己的母亲 分化这样一个议题 这个分化通常是发生在 一到两岁左右 这个分化是个什么意思呢 我先分享一段 这本书里面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段 一段话 这段话其实是 马亚印第安人的俗语 他说对于代表着 这个世界未来的宝宝 母亲应该将其 紧紧拥入怀中 如此宝宝才会知道 这是他的世界 而父亲则需带他 去那最高耸的山岭 如此宝宝才能看到 这个世界真实的模样 我当然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 就还是蛮触动 蛮感动的 因为一方面这里面 看到了父亲跟母亲 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 不同的分工 另一方面你会体会到 原来父爱和母爱 他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尽管有些时候 可能父亲母亲的角色 可以对调 有可能是父亲是 照顾和呵护的那一方 母亲是带你看世界那一方 但无论如何 这两件事情 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也觉得 在很多的家庭里面 这样的双管齐下 其实是不存在的 是失衡的 他的这个点的出发点是说 因为母亲跟孩子 天生有那种骨肉亲情 所以说在情感上来说 母亲跟孩子的情感上的 这种亲密和这种牵绊 确实会更深一些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当孩子刚刚出生以后 母子母婴之间 会形成一种 非常强烈的情感连接 但是这种情感连接 在一定程度上 到了一定的年岁 比如说一到两岁 这个阶段开始 它是需要稍微有一些分离的 有了分离 才能有个体化的这样一个空间 因为最终人是需要成长 为一个独立的 自主的一个人的 如果你不和你的母亲 在情感上 有一个分离的过程的话 那么你有可能就变成 比如说像妈宝男这样的人 就是你没有自己的意志 没有自己的判断跟感受 很多时候你会听你妈的 对吧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作者就会认为 一个父亲的健康有效的参与 就是能够适度的 让宝宝 让孩子和自己的母亲 进行一定的分离 不是突然的剧烈的分离 而是一种让他能够接受的分离 与此同时 父亲也可以扮演 去帮助孩子去看见 去体会这整个世界的 这样一个窗口 你像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也有讲 从18个月到2岁这个阶段 孩子的身体情绪 以及人际意识都会变得 都会以让人目不暇接的速度成长 这种身心成长 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 非常明显的影响 比如在这个阶段到来以前 宝宝本可以心满意足地坐在母亲身边 但现在他们坐着坐着就会躁动 你可以感觉到那份躁动 其激烈程度就像即将破壳而出的小鸡 对着困住自己的壳 不断发起攻击 先和母亲构建那个温暖的共生的壳 现在 先前和母亲构建的那个温暖 和共生的壳 现在让人变得无比烦躁 而先前那种排他性的母子关系 和母女关系 现在也变得让人有点窒息 宝宝现在已经做好准备 来迎接更多的外界刺激了 这些刺激很快将改变他们的思维 情绪 知觉 以及行为 在某一情况下 父亲会通过哄骗 诱惑 甚至直接推一把的方式 来将孩子带出母亲的温柔香 男人嘛 通常特别适合帮孩子来完成这个发展任务 因为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不同 父亲和孩子之间 没有那么强烈的身心混同 身心混同关系 这种身心连接在母子之间 却极为常见 它是母亲通过失业怀胎 以及产后的母乳喂养等行为 和孩子建立的共生关系 当然无论身体发展的再怎么成熟 诱惑外界刺激再怎么诱惑 在这个阶段 很多宝宝对于离开妈妈 既安全又有慰藉作用的温柔香 依然是不情愿的 我们不得不指出 没有父亲及其替代者的持续性鼓励 很多孩子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走出 完全走出母亲的怀抱 然而对那些父亲参与度很高的孩子而言 他们会更容易发现 持续待在母子共生关系中 这既非自己唯一 也不会是最满意的选择 你看所以这段他讲完之后 我真的当时读 我在书旁边就做了个备注 就三个字妈抱他 你会看到 在有一些家庭关系里 当母亲是比较强势的那一方 父亲是比较弱势 或者说参与比较少的时候 然后母亲不得不担负起 绝大多数的养育孩子的责任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就是 一开始很亲密的共生关系 到了后来会变成一种限制 而这个限制没有另外一个 父亲这个角色来进行一种健康的 适度的去打破去推动的话 那么他会一直把孩子包裹在这里 结果就是不管男的就是妈抱男 女的是妈抱女对吧 就是一个 作为一个哪怕这个人他长大了 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 他的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想法 其实还是和自己的母亲 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 这样的情况我觉得 还是在很多家庭里面 还是会存在的 所以你看这地方 看上去好像这个问题是来自 就是跟妈妈这边关系扯得太紧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 真正出着出在那个缺位的父亲 也是为什么我才会觉得 这样的书它特别有价值 因为我们通常会看到 那个声音比较大 那个闹腾的比较厉害的那一方 而没有看到那个在角落里 或者是躲起来的那一方 其实他本应该扮演的角色 也同样的重要 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父亲应该扮演的那个角色 他这本书里面提出 就是他应该是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就是父亲应该让孩子感觉到 你可以去探索这个世界 而在你的背后就是我 我会支持你 我会保护你 我会在你需要的时候 去鼓励你 给你力量 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去拯救你 我觉得这种 背后有人 背后有守护者的感觉 他对于一个人 对于未来 对于自己的未来 有足够大胆的想象 足够大的野心 足够高的目标 是有非常重要的 这种帮助和支持作用的 如果一个人 他背后没有这样一个守护者的感觉 那么 可能他会有一些 愿望 有一些愿景 可能会对事情有一些期待 但他不敢有那种特别 大的 特别高的期待 那么造成的结果就是 很多人其实对自己的未来 不敢想得很 很远 经常听我节目的人肯定知道 我在节目里经常喜欢说 你应该给自己设定足够高的目标 应该设定那种 很带有野心的目标 然后很多听众会说 不太敢 觉得心虚 觉得自己没有想的 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就算设定很高的目标 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样的一种心虚的感觉 恰恰就是 父亲在缺位之后 他没有为孩子带来那种感受 就是你背后是有一个守护者 你可以安全的和妈妈分开 同时你也可以在爸爸的鼓励之下 去探索 去走入这个世界 所以这样的一个部分是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还是 给我很有启发 能够解释很多的问题 包括更好的帮助我去理解 很多人在生活中所缺失的 到底是什么 另一方面 这个部分 我觉得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是关于叫做 课题恒常性的 什么是课题恒常性呢 其实就是说 当比如说妈妈对我生气了 或者是妈妈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他依然是爱我的 这样的一个认知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对于一个两三岁的小朋友来说 他不是天生就具备的 甚至很多成年人可能也不一定具备吧 但是课题恒常性 这个我们引用书里面的一个部分 这个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就在几个月之前 孩子刚刚获得了性学家们所说的课题永久性 就是object permanence 也就是至少一个人或者物体 即使暂时从自己视线消失 也不会不存在的认知能力 这个能力是在我们小的时候 习得的 而现在呢 小男孩们将会获得课题恒常性 这是一种 即使爸妈妈生我气 或者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他们也会依然爱着我的感受 对于一个男孩而言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情绪发展里程碑 这个地方怎么去建立这种课题恒常性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刚才说的 父亲帮助孩子与母亲分化的过程中 所需要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他这种讲了一个例子 一个小朋友他把牛奶打洒了 然后妈妈就对他大喊大叫 很生气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爸爸不去干涉的话 那么那个孩子 从他自己的很天真幼稚的角度 就会认为 妈妈不爱我了 妈妈要准备抛弃我了 妈妈的这种愤怒 是在和我切割 这个其实就会带来创伤 他会认为 他即将经历一个非常不安全的 非常恐怖的 一个母子关系 破裂分离的过程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爸爸能出场的话 那么他就 因为他自己是置身在冲突之外的 所以他其实是有能力 向孩子解释说 像这个书里讲的 我知道对你而言 妈妈看上去好像在恨你 但其实他并不恨你 他只是对你 这件事 这个行为感到心烦 那么通过 这地方作者说 通过承认 孩子的想法的合理性 爸爸的解释 不但确认了 并合理化了孩子的感受 而且也通过 帮他理解 妈妈的内心体验 拓宽了孩子的思维 让他明白 妈妈当时的内心体验 其实和他刚才的 自动化感受有所不同 所以就是 这个时候 父亲可以通过 帮孩子去澄清 关于母亲的那些反应 让孩子意识得到 虽然他在那一刻 感觉到了害怕 感觉到自己不被爱 但是那只是一个 反射性的一种 自动化的感受 实际上他需要明白的是 这种冲突 矛盾 情绪的发泄和关系层面 爱不爱 在不在乎 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 这样的一种认知 也是帮助孩子 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示范 让孩子看见说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调节你的情绪 当别人向你 宣泄情绪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 这不等于是 关系即将破裂 你看这样的一个 有关客体恒常性的建立 它也是跟父亲的参与 会很有关系 而反过来说 我故意大家在听的时候 也会在想 我自己有没有 这个客体恒常性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他们不喜欢别人 对他发脾气 他们也不想在关系里 对别人发脾气 因为好像对于大家来说 发脾气就是不爱了 发脾气就是 这关系要完蛋了 所以大家对于冲突 矛盾 或者是激烈的情绪表达 都非常非常的害怕 而这不恰恰证明了 在很多人的成长过程中 父亲的缺位 就是他没有帮助孩子去理解 当母亲发脾气的时候 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一层认知 很多的父亲 我所听到的 很多的解释 比如说 当妈的把孩子骂了一顿 或者说因为孩子 做了一个什么笨事 然后生气了 然后把他一顿骂 骂完之后 这个时候很多 很多父亲 都是很狗的 然后生存 求生欲很强 都过来一定是站在妈妈这边 你看你又不乖了 你又不听话了 你又把妈妈惹生气了 但是他没有帮助孩子去理解 就是妈妈的情绪和关系 是两回事 虽然这个时候你妈对你生气 但她依然是爱你的 她并不会因此就讨厌你 或者不喜欢你 如果没有这层的成亲的话 很多人就会一直带着 这种认识长大 那么到了成年之后 也就对于极端的情绪 对于激烈的情绪的表达 就会非常的有心理负担 所以你看要能够做这种区分 那就真的是需要 这个父亲 就是真的是很参与进来的 但是很走心的参与的 他不只是站在旁边 在那说风凉话 或者是说帮着妈妈说话 来安抚自己的老婆 对吧 而是需要真的看见说 孩子需要去建立这种认知 你就像比如在心理咨询里面 有的时候有些来访 其实也会对于在咨询里面 表达出不同的想法 表达出攻击性跟愤怒 或者是自己的真实情绪 也会很有负担 然后这种时候 我都会去跟他们讲说 不论发生什么 不论你对你怎么对待我 你表达什么样的不满 或者有怎么样的脾气 我都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你 我对你的帮助的这种意愿 跟投入程度 完全不会因为你对待我的方式 而受到改变 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 类似的例子 就是让来访者看见 表达和对于关系的这种意愿 或者是投入程度 是可以分开来看的 而这个就是客体恒伤性的重要性 而这一点的普遍缺失 我觉得也恰恰证明了 在很多中国家庭里面 这种父亲缺位 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这是关于个体化 关于分化 关于客体恒伤性的一些讨论 也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还蛮有启发的一个部分 我们接下来说 这本书带来的 我觉得第三块很棒的讨论 是有关于男性气质的 前面我也说到 我一直在思考 什么是健康的男性气质 我觉得这本书 它一定算其实给出了一个答案 这段分享一段话 来自书里面 他说父亲创设了一个安全区 在这个区域里 男孩可以表达自己的自主性 好奇心甚至是攻击性 通过创设这个安全区 父亲也给儿子上了另一课 所谓的男子膝盖 或者说阳刚之气 也有他柔软滋养 以及保护性的一面 之前男孩会把这种关怀的品质 和母亲联系在一起 但现在他会意识到 爸爸和妈妈一样 也可以关怀他 所以他会发现 情感和关系 并不只有女性独有的特质 儿子在爸爸身上 看到了他对自己的爱 加之之前就已经认同了 彼此之间的相似性 如此一来 儿子就可以更没有矛盾的 去爱爸爸了 靠着这层爱的连接 儿子便不必斩断 自己身上那些柔软的品质 他可以维系住 这些品质的同时 觉得自己是个男人 因为他不必再把柔软 全然归于母亲 他在自己的父亲 这个男人身上 也看到了柔情 同样 父亲也可以作为一种 调控的力量 防止儿子 把自己身上的女性化特质 看得过于非黑即白 具备了这种认知的男孩 会不断地把所谓的 不会把所谓的男子气概 看得太僵太死 而是相信他是多样的 他们亦不会把男性化 这个概念 感知得太非黑即白 而是会把它感知为一种 复杂的 父母双方都有的 多方位混合性认同 于是男孩可以适时地 承认和接纳自己 与母亲的紧密联机的失去 与此同时也会意识到 自己新整合进来的男子气概 并非脆弱易碎 其内核是相当柔韧且安全的 这样长大成人的男孩 因为接纳了更有流动性 更柔韧的阳刚之气 所以这种阳刚 也就更为健康 不狭隘 所以这段话 我们如果简单一点说 就是高手都是雌雄同体 对吧 理想的 所谓的理想男性气质 到最终其实还是 两种性别气质的这种整合 因为我们生活在 这种父权社会之下 其实这种男性气质 它其实还是很被扭曲 会被大家带着很多偏见去理解的 所以造成的结果 是在很多家庭里 不管你是儿子还是女儿的家庭 在很多家庭里 其实父亲都看不到这种兼容性 他看不到 其实健康的男性气质 是应该都包括的 太硬就容易碎 容易折 所以你需要有柔韧的柔软的部分 这样才能够更加的坚韧 对吧 那么当看不到这种兼容性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让孩子 接受自己的复杂性 也就会同样的培养出那种 很抵触阴柔面的男孩 所以比如说 假设比如说你跟一个男生交往 然后你看到他对于自己的阴柔面 或者自己的这种脆弱面 是非常抵触 不愿意去袒露 不愿意去分享的 那么大概率他的父亲也是这样 也是一个在性别气质上面 非常僵硬 非常极端 或者非常偏激的这样一种情况 这会导致一个男孩子 会在自己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特质之间 划分出一条非常僵硬的 非常不灵活的 一条很明确的 很清晰的界限 包括他们也会很恐惧 可能是来自世界的这种 对于男性的女性化的羞辱 就是我们的大环境 其实对于比如说 所谓的娘娘腔的男性 是有那种恶意跟羞辱的 这个确实是一个社会现实 而他们会很恐惧这种现实 而这本书他进一步又在讨论 其实母子关系的过程会很创伤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 他又是渴望重新连接的 就是说当你在很小的时候 你跟父亲 你跟母亲需要完成一个 情感上分化的过程 这个分化 无论如何 它也是一种丧失去 所以他会渴望重新连接 那么如果一个男性 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女性面 或者是那种兼容 不同的性别特质 同时他又很渴望连接 造成的结果 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在很多男性上 会看到的一个很矛盾的表现 就是一方面 他们会通过物化女性 贬低女性的方式 来凸显自己的男性气概 另一方面 其实又对女性充满了情欲 充满了需求 充满了那种渴望亲密的那种愿望 这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自己对于男性气质 没有形成一种健康的认知 他们的父亲没有展现 一种足够平衡跟兼容的 这样一种示范 所以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我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也是一下觉得 哇 这个问题想明白了 想通了 确实是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这种矛盾的现象背后 你看 就还是一个糟糕的父亲 所带来的 还有我也想到 对于女性来说 也是有同样的一个影响 如果比如说一个父亲 对于性别气质 是用一种很固化 很僵硬的方式看待的话 那么可能他也会很强调 女儿要有所谓的女性特质 而从而忽略了 其实女性也可以需要发展出 比如说更为独立自主的 更为有野心的 更为坚毅 甚至是更有攻击性的 这样一些品质 其实我来访当中 有不少女性 都跟我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会觉得 父亲的那种威严性 是不容质疑 是不容否定的 尤其是作为一个女孩 父亲会对待女孩的时候 会有一种额外的 就是你要做我的小棉袄 你要乖 你要听话 你不可以做 对吧 让我感到不爽 或者是不认同的事情 这给孩子 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压力 他自己也会 不自觉的去压制 他自己人格的这个部分 但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 对于有些女性来说 他这个部分是很强的 所以这个当中 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另外一种可能性 是有些家庭里面 其实父母 其实会很回避 女孩的这种女性化的特质 会把一个女孩 当男孩养 这个当中一方面 是有那种 就是性别偏见的问题 可能有些家庭 是希望自己生的是儿子 但是我觉得 在一个更深的 心理的层面上来说 它还是源于一种 就是过于僵化的一种 对于性别气质的理解 就是如果一个父亲 对于女性化的特质 包括对于自身的 女性化的特质 是羞耻的 是抵触的 那么他可能在 看见自己的孩子 有可能发展出 这样的女性化特质的时候 他会觉得跟孩子 这个孩子可能会 因此变得很陌生 会变得危险 会跟他的 会变得很不一样 那么可能也是 出于这样一些心理需求 也会有意的去 抑制自己女儿的 这种男性化特质的发展 总之就是 我觉得对于性别气质 这方面的讨论 在我们的现有的 这种讨论当中 还是处在一个 比较初级阶段 比较简单粗暴的 一个状态 还是会把它看得 比较黑白分明 尤其在我们上一代的 这种对于孩子的教育 理念当中 我觉得还做不到 这种能够兼容 能够使用同体的 这样一种境界 但我想至少 我们这代人 可以带着这样一种 新的观念去理解 这个问题 从而培养出 更好的下一代 这个部分 我觉得附带了一个讨论 也是跟攻击性有关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 也讨论说 就是男孩子和父亲的打闹 或者说孩子和父亲的打闹 其实可以帮助孩子 发展出调节攻击性的 必要的心理结构 去熟悉那种激烈的情绪表达 包括父亲跟孩子之间的 那种缠斗打斗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 是一种外部世界的 竞争的那种演练 所以你其实在帮助孩子 提前去适应 提前去感知 什么是竞争 什么是冲突 如果是一个男性气质 认同非常不健康 非常偏激的一个爸爸 那么他可能让孩子 会在这种缠斗当中 就是会很严苛 会很严格 其实大部分父亲都是这样 对吧 过度的严苛 这种严苛本身也是 性别气质 缺乏灵活性缺乏自由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就是我作为一个男的 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稍微显得温柔一点 或者是仁慈一点 好像就会威胁到我的男子气概一样 所以很多父亲那种过度严苛 背后我觉得都包含这样一个部分 那么那种过度严苛 在培养孩子 去学会竞争 去发展自我的过程中 带来的结果就是 那个推动的鞭策的力量是足够的 但是那个面对比如说失败 面对挫折 或者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的较真 不然的话会让这件事情失去乐趣 一个孩子会不想要去竞争 不想要去缠斗 不想要展现攻击 就这一切会变得非常的 让人觉得很压抑很沉重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可能一个非常严苛的父亲 他反而没有办法培养出真正 有力量 有健康的攻击性的子女出来 因为他所提供的 那个缠斗的演练环境 过于的严苛 过于的残酷了 然后另一个极端就是 在有些家庭里面 父亲的缺位 没有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当中 没有给孩子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包括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比如在一些留守家庭里面 留守儿童的成长经历当中 都是爷爷奶奶来负责养育孩子 那比如说对一个小男孩来说 或者对一个小女孩来说 他是没有办法向自己的爷爷奶奶 展现攻击性的 对吧 我们对于老年人有一种 天然的一种尊重 跟一种克制 我们不会很轻易地向他们发脾气 那最后结果就是 你也少了这样一个 在那种打闹跟缠斗当中 去演练自己的攻击性 去体会去探索自己的 这个獠牙和利爪的这样一个机会 而显然当我们进入成年生活当中之后 你在面对很多的竞争 很多的博弈 很多的冲突的时候 你其实是需要调动 这个部分的能量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调动攻击性 如果你抑制了自己的攻击性 你同时也就抑制了自己的生命力 因为生命力本身是包含着攻击性的 所以可能很多人会有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的生命力会萎缩 他会没有力量 甚至可能会很抑郁 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看这些和一个父亲 他自己的男性气质 是否能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来建立 灵活的调和整合 也是有很大的关联 最后的话就是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 是关于衰败犹荣这种感受的建立 他其实跟前面这个竞争攻击 也会有一定的关联 这地方还是先分享一段来自书里的话 父亲要允许儿子在难度大的任务中挣扎 在某些情况之下 更要把他们的失败视为成功 我们发现这种衰败犹荣的体验 是一个男孩从观察他父亲应对自身弱点 失败以及局限性的过程中学习到的 能体会 能体认到父亲的不完美 比把他视为一个全能英雄要重要的多 实际上男孩以后 若想获得某种克服困难 弱点以及自己局限性的心性 他就必须学会并内化 自己老爸对错误和挫折所持的态度 并将其作为自己将来应对困难的情绪榜样 一个父亲一方面要敢于承认自己的局限 自己也会犯错误 另一方面他也要在儿子失败的时候 继续支持儿子 而非在他失败时数落他 落井下石 只要这两点能够做到 他的儿子就能够在困难和错外面前 保持一股信心 甚至是一股骄傲 以这种方式教儿子的父亲 就是允许儿子做一个可以犯错的正常人 这种正常人敢于表达自己情感的脆弱性 而且因为没有完美的偶像包袱 他敢于去面对身体和智力上的各种挑战 一个儿子在仰望自己不完美的父亲的同时 他也内化了父亲对待自身局限性的态度 长此以往 他的内心也会逐渐形成一个更加现实的 没有那么高不可及的理想化的自我 这种类型的男孩 不会那么执着于以原始自恋为基础的完美 因为不执着于此 他也会更接纳自己 这段话虽然在讲父亲跟儿子 但是我估计很多女性听完之后 也会有类似的共鸣 就是父亲需要自身是安全的 能够且愿意去袒露自己的脆弱 自己的局限性 从而他才能给孩子一个很好的 关于失败的一种认知 很多很多的人非常害怕失败 这个我觉得太普遍了 很多人很害怕失败 归根结底是因为你的父亲害怕失败 所以他不允许你失败 他也不允许他自己展现出失败 他甚至也不允许他自己展现出 不允许自己承认在教育你的过程中有失败 对吧 但其实客观的来说 养育孩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有很多的事情要考虑 哪怕你是专家 哪怕你做过很多的研究 读过很多书 你依然会搞砸一部分的事情 更不用说那种从来没有学习 思考过这方面问题的父母 他们一定是会犯错的 但即便如此 如果一个父亲不允许自己展现失败的话 他可能也会尽力的去掩藏这些东西 掩藏的方式是什么呢 那就是PUA你了 就把责任推给孩子 是你自己不够好 不够努力 不够坚韧 不够内心强大等等等等 所以总之最后这样带来一个示范 就是孩子会内化父亲的那种 不允许失败 不允许展现出脆弱和失败的那种品性 而时间久了的话 当你进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 你面对自己的失败 也就会对于所谓的成功 有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完美的期待 但其实没有任何人是可以一直成功的 所以你看这又是前面 联系到前面所讲的 什么样的父亲能不能像出真正坚毅的孩子 那还是应该是需要放下 对于某一种刻板印象的那种执念 需要允许自己展现出自己的不足跟脆弱 并且让孩子看见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做些什么来达到那种衰败犹荣的结果 这地方延伸出的一个讨论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会说很多男性是 男性化的思维是结果导向的 结果导向的思维 为什么那么的对于一个孩子的人格发展跟成长 那么的不利 恰而就是在于结果导向是完全忽略了 整个挣扎的过程 就刚才所说的 就是父亲应该允许孩子 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情况之下 挣扎 这种挣扎 包括这个当中所体会到的 对自己的脆弱性的认识 这本身是极其宝贵的知识 我分享一个例子 就是因为上个星期 刚刚张伟丽刚刚打完UFC300的比赛 当时我们跟一帮社群的小伙伴 我们一起看的那个比赛 大家如果了解的话 就是那场比赛打得非常非常的胶着 两个选手都非常的棒 两位都是中国的选手 然后打满了五轮 这个过程中跌宕起伏 各有千秋 看完这个比赛之后 如果大家有看的话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当时看完之后 我觉得最后的那个成败 其实不是很重要 虽然张伟丽最后确实也赢了 但说实话 在他在最后宣布结果的时候 我都觉得那不太重要了 因为那场比赛实在是太胶着 也太精彩了 两个人都展现出了 非常令人钦佩的品质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 当你有一个足够好的 足够坚忍的 去面对自己的恐惧 跟脆弱的那个过程 尽你最大努力的去 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它和最后你的那个结果 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 我觉得一个心智足够成熟 一个能够平衡自己 性别气质的一个父亲 他是应该帮助孩子 建立这样一种认知的 就算结果是失败 但是我看中的是 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怎么做的 你有没有去直面 自己的恐惧跟脆弱 有没有尽你所能的 去超越你自己 如果你有做到 这就是衰败犹容 衰败犹容就是一种胜利 用我们一个社群里面的 一个小伙伴所说的一句话 就是你要能够去 看清楚失败的细节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只看到失败的结果 而没有看到失败的细节 当你真的能看清 失败的细节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在这个当中 去学习 去发展 去成长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失败没有那么可怕 它只是一个你去成长 去发现自己不足 让自己越来越完美的 这样一个过程而已 你看这其实也是在 子女成长过程中 父亲能够给予孩子 非常重要的一课 再分享一段书里的话 父亲不愿意承认 自己有缺点 就等于是在告诉儿子 男人不能有弱点和局限 更不要示弱 这种父亲带出来的孩子 会潜意识地维持 一种全能错觉 这是大男子主义的心理基础 当你发现自家的孩子 对自己不怎么擅长的活动 不再感兴趣 也不愿意再去尝试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 在表现这种大男子主义了 这种心态会严重地限制他们 也是出了名的扼杀创造力 可悲的是 很多男孩 在他们的童年 甚至成年以后 都会莫名其妙地 体验到一种限制感 这种限制感 只允许他们做那些 业以擅长的事情 而愚者最好不问 所以就是对这本书的一些 我觉得比较好的 比较重要的观点的一些分享 不知道你听完之后 会不会跟我刚刚读完 是有类似的感觉 就是一下有点看清楚了 我缺了哪些东西 对吧 因为通常我们比较多的是 通过对于问题的判断 诊断去指出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缺失是什么 但是很少有人向我们去描述 你本来应该有的东西是什么 而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它就很好地去描绘了 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父亲 他最能够为你提供的 最理想的给予和支持是什么 这里我只是介绍这本书当中 一小部分的内容 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 是可以由一个足够好的父亲来提供的 所以说我希望我的这些分享跟讨论 有引发你对这本书的好奇 包括对于女性的听众读者来说 虽然他讲的是孩子 这个父亲和儿子的关系 但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你听完就会知道 对吧 他其实跟性别没有关系 他就是父亲对孩子的示范 支持帮助等等的 所以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这会开启一个人 对自己很多人生立场跟经历的反思 也能够拖宽你对自己的认知 好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然后何以为父这本书 小标题是影响彼此一生的父子关系 作者迈克尔戴蒙德 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欢迎大家去购买阅读 如果你读完了 也欢迎在评论区 跟我分享你的读后感 那么我们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